Pokemox 接下來要跟大家聊的這個 也是接近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我們的金屬卡 第二張我們要介紹的是 長白 長榮千丈白金卡 大家不要覺得千丈卡就比較低等 不一樣喔 這個千丈卡 它在美國運通的這個 會員服務裡面 它其實是更高等級的一個所謂的 那叫什麼 身份上的象徵 因為你就是要有錢 而且每一期都要繳輕嘛 千丈卡就是這樣子 沒有所謂的分歧 你這一期刷多少 下一期就要繳掉 所以 千丈卡其實反而對美國人來講 它是一個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不要覺得說台灣一堆銀行帳戶都推 千丈卡 千丈卡明明就很高 其實不是 美國運通的這個長榮千丈白金卡 部分我們簡稱為長白 那它有什麼優惠呢 它的優惠其實我覺得 大部分是跟這個所謂的大白是差不多的 那它還是有一些不錯的亮點 比如說年費 三萬六千八 跟之前一樣 原本是三萬五 但現在漲了一千八 所以變成三萬六千八 那主卡一張兩張免費附屬卡 這是台灣信用卡裡面 入手門檻最低的金屬卡片 它叫做所謂的長榮千丈白金卡 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也是所有長榮八型的聯名卡裡面 等級最高的 也是免費最貴的 第二高的是哪一張 國泰世華長榮航空極致無限卡 這張卡片我有辦過 而且我有繳過兩萬塊的年費 也是我目前所有繳過信用卡年費裡面 最昂貴的一張 手刷不限金額就直接送你五萬里 剛剛那個大白也是一樣 手刷不限金額就直接送你五萬分 五萬分的話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長榮跟華航的五萬你可以幹嘛 可以做亞洲區的外站來回的商務艙機票 總共開出四段票是非常划算的 因為它送你的這五萬里 你就可以開出四張 這個黃喜桂冠艙的機票 非常的划算 那再來的話呢 前一年度的簽账金額 如果消費滿百萬的部分呢 它續卡送你什麼東西呢 送你兩次單段的升等優惠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 這個美國一通送的這個所謂的升等券 它是可以轉讓給親友使用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去網路上賣掉 基本上如果你兩張都賣掉 你的年費就回本了 所以你知道嗎 你只要刷一百萬 你下一年的年費 就是由這兩張升等券幫你支付掉 所以這是它的竅門 你如果刷得多 這張卡片你可以辦 生日額外百分之一百長榮 你才會不會 比如說寶可夢生日在五月份 我在五月份買長榮的機票 看它的那個指定的細則 當月份的消費直接都是百分之一百 原本是三十元一里 現在變三十元兩里 所以這是百分之一百回饋 很不錯 再來 全年有四次的機場限定機送服務 跟不限次的免費機場停車 你如果要常常出國洽工 你的車有常需要停在這所謂的 合作的這個停車場的部分 那你一次出去就是15天20天的 我非常建議你去辦這張卡片下來 因為這張卡片就是你的專屬停車證 因為你的車放在這個 臺灣聯通或中心都督房的 指定的這個所謂的停車機構裡面 你怎麼停你都不會被收費 你只要停個兩次停一個月 你就回本了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 提供給大家參考 再來 無限次的免費使用機場貴賓室 剛剛我們剛剛講過的大百的優惠 其實這張卡片都有 這個Satuan Lounge International American Express Lounge Priority Pass 然後Satuan Lounge Air Space Lounge 跟長榮航空貴賓室 達美航空貴賓室 環雅 還有這個PP 所以有沒有看到不一樣 就是它有長榮航空的貴賓室可以進去 所以這是跟大百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長百的部分就是有長榮的優惠 附屬在裡面 如果你是很喜歡長榮航空 而且貝斯在長榮的人 你就應該要辦這張卡片 因為這張卡片的優惠明顯是比較好的 再來有萬豪 還有住宿優惠領域 五星飯店指定餐廳 兩人以上同行一人免費 那它的刷卡比例的話 比剛剛的大百好一點點 就是25元一名 然後海外消費加碼50% 它還是有這個小陷阱 就是說 如果你是做海外消費的部分 美國運動會跟你收取2%的交易手續費 所以你還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用其他的信用卡刷 大概都是1.5%而已 你要賺這個所謂的里程加碼 但是你也有可能要支付更高的 這個所謂的交易手續費 提醒給大家 你們大家也不要覺得就是小看自己 將來有一天你說不定真的會用到 比如說你成為頂級的Sales 頂級的業務 或者你自己出來開業 你自己成為老闆 你需要去談案件的時候 其實這張卡片的優惠 你說不定就用得到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資訊 你不妨先把它吸收下來